有一年 美国南部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洛杉矶的街头出现了募捐战 有一个蓬头垢面 拖着一条残腿的年轻流浪汉 一拐一瘸地走了过去 从口袋里掏出一百美元 投入了募捐箱内 这位名叫斯加特的善局 迎来了当时在边上很多人的鼓掌和眼泪 被一位富商看到了 他的名字叫叶迪勋 第二天 这位富翁让人把斯加特找去 开门见山的就说 年轻人 昨天你的行为感动了我 一个残疾人有这么博爱之心难能可贵 我想让你过上受别人尊重的生活 说着就递给他一张填好的支票 斯加特没有接 富翁认了一下说 我明白了 你不想接受钱财的帮助 是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斯加特说 我想办一个送净水的公司 它是一种新型行业 投资少 有一万美元就够了 一桶水 说赚的钱也只能买一个泡泡糖 富翁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更赚钱的生意呢 残疾青年说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 从一颗泡泡糖起的利润赚起 世界上任何的财富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这位富翁拍拍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说 年轻人 我看到你的财富 你会成功的 在富翁的帮助下 二十年后 斯加特办的送水公司 在美国的富翁榜上出现 在美国每年一度的圣诞节 洛杉矶的乞丐们都会受到 来自圣诞天使的捐款 很多年过去 大家才知道 原来圣诞天使就是斯加特 临终前 他将亿万美元的资产 捐给了美国慈善事业 然而在斯加特墓碑上发现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 边上还刻有一颗不起眼的泡泡糖 这就是善良能够帮助我们 拥有幸福 一个整天为别人想的善者 他一定会拥有荣誉 一个开朗豁达的学佛人 他一定会战胜现实的苦恼 一个淡薄名利的学佛人 他一定会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佛法告诉我们 人要用宽容的心态 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健康 随缘的心态 能够让我们拥有财富 慈悲的心态 能帮助我们拥有幸福 大家想一想 经常要问的几个问题 学佛人应该懂得 从生到死有多远 呼吸之间 从迷到开悟 有多远一念之间 从爱到恨 有多远无常之间 从古到今 有多远就在笑谈之间 从你到我有多远 善解之间 从心到你的别人的心 有多远天地之间 从佛到我有多远 那就是觉醒之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就是 感谢观看